Hello 大家好 我是厌恶赌博的关照 前段时间我跟一个同学吃饭 他跟我说 管子 跟你讲的事 最近有个好久没联系的朋友 找我借一万块钱 说家里人生病了 要动手术 挤用 我说你借了吗 让人写欠条了吗 他说没有 我看他确实也挺急的 一万确实有点多 而且很久不联系的人了 想了想 最后转了三千给他 我说 那完了 你就做好拿不回来的准备吧 他苦笑一下说 多少有点准备 事后才听人说 他现在到处借钱 用的理由都差不多 其实是把钱拿去还赌债的 我一听是赌债 不禁感叹 原来又是一个赌狗的故事 如果你逛过借赌吧 应该会发现 赌狗的经历往往高度相似 区别只在卑债数额的大小 过去因为工作关系 我恰好接触过一些 沾染了赌博恶习的人 所以就想聊聊赌博这件事 到底摧毁了什么 想必大家都知道 十赌九输 只要你去赌博 庄家就能从你身上捞钱 赌场就不存在赢家 但在我看来 赌博对人最大的危害 还不是输钱 就像吸毒的危害 也不仅仅是让人上瘾 这么简单 在我们大脑中 存在一条多巴胺欲望回路 它的作用就是 在感知到积极行为时 引发愉悦感 彼此奖赏我们 我们大部分对于饮食 爱欲 包括消费行为 带来的快乐 都与此有关 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来讲 多巴胺指挥着我们 做一切对于自身生存 繁衍有利的行为 所以我们天然钟爱 高热量的食物 但这种刺激 通常是不持续的 当目的得到满足 多巴胺也会自然退去 大脑也有平衡机制 当我们吃到想吃的食物 买到想买的东西之后 欲望的回路就会被关闭 所以每当我们满足 自己的某项欲望后 都会产生一点空虚感 像我在减肥的时候 就会疯狂渴求糖分 想喝可乐和奶茶 但一旦喝完 就会开始自责 怎么就管不住这张嘴呢 可以这么说 欲望被满足后的那一刻 人人都是哲学家 但是毒品的威力 就在于它能劫持欲望回路 直接进攻刺激大脑 释放多巴胺 于是世上的一切东西 都不如毒品来得让人快乐 大脑的平衡机制就被打破了 吸毒的人只想渴求更多的毒品 所以毒品不仅是让人上瘾 更是直接切断了一个人的生活目标 你干任何事获得的多巴胺奖励 都不如来一口 最终就是要么吸死 要么活着也跟行尸走肉一般 而且这种对于大脑的损害 是不可逆的 即使停止吸毒 也只是暂停 所以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戒毒 不管远离毒品多少次 只要再尝试一次 就会又回到那个状态 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瘾君子 都会复兮的原因 面对毒品 你就只有一个选择 永远别碰 但是赌博 他的成瘾心 似乎并不是直接作用在生理上 那为什么还是会越陷越深呢 我个人认为 赌博真正摧毁的 其实是一个人的金钱观 不要小看金钱观 金钱观其实是社会能良好运转的基石 在收入方面 我们通过各种法律 道德 来约束获取金钱的途径 不管大家承不承认 我们的传统文化里 对于不劳而获是存在鄙视的 大部分人并不真的仇富 但对于不正当的金钱来源 则深无通绝 你可以通过工作 可以通过投资 哪怕继承遗产来获取财富 至少是在社会容许的 规则范围内施展权角 但是不能通过盗窃 抢劫 抄袭和诈骗来连财 挣钱的办法都在刑法里 虽然是句玩笑 背后的逻辑其实是 法律通过禁止这些行为 保证了社会基本的公平性 而正是这种限制 让我们意识到 金钱是来之不易的 从而控制我们的消费欲望 简单说就是 赚多少控制了花多少 我们常批判消费主义 但消费主义的标准并不绝对 消费是和收入挂钩的 月入8000买几万块的奢侈品 当然是消费主义 但对月入10万的人来说 其实算是合理消费了 总的来说 这个社会上 多数人的金钱观是正常的 虽然有个别人消费欲望爆棚 消费金额远超收入 最后要去借贷 但多数情况下 人的消费还是量力而行 能保证基本的收支平衡 但是赌博就能迅速把这个平衡击穿 在我接触过的赌棍里 印象最深的 就是他们真不把钱当钱 这也很好理解 赌博的刺激性就在于 高杠杆 赢家通吃 小亏小赚的玩法 在赌棍眼里没有意义 所以对他们来说 钱这个东西来得实在太容易了 不用朝九晚五 也不用辛苦工作 一晚上几千块钱投进去 可能马上就是几万十几万的回报 即使他们自己没赚到钱 身边的人也会不断刺激他们 哪个赌场不流传着一两个 一夜暴富的传说呢 当你看到一晚上大几十万的输赢 对钱就麻了 一个月几千块钱的工资 那还叫钱吗 还工作个屁啊 上班哪有赌博刺激 赢钱之后怎么办 就是疯狂消费 我看过一些案例 很多染上赌瘾的人 总是特别高估自己的自制力 一开始就是觉得 这玩意很简单 我赢了就走 文字上有一个叫做心理账户的概念 大体意思是说 除了荷包这种实际账户外 大脑会把不同的收益支出 在心理上划分到不同账户中 比如把工资放到勤劳致富的账户中 把奖金放到额外奖励当中 把赌博迎来的钱 放到天上掉馅饼的账户中 对于勤劳致富账户里的钱 人就会精打细算 额外奖励里的钱 会相对用的宽松一点 可能会买些 平时舍不得买的东西奖励自己 比如发年终奖了 给自己买的iPad吧 天上掉馅饼账户里的钱 那就是一个字 花 赶紧花掉 能花多少是多少 反正是白来的 是不是符合你的心理 符合的话可以弹幕扣个1 这些账户之间的钱 一般不能互相替代 所以赌博迎来的钱 压根不会放进勤劳致富的账户里 只会极大的刺激消费欲望 做出各种不理性的消费决策 赌棍的心理账户是崩坏的 所以他们对于金钱的计算 跟正常人有极大区别 比如正常人如果昨天输了5万 今天赢了2万 就会计算出总计输了3万 而一个典型的赌棍 昨天输了2万 今天赢了2万 那就是赢了2万 今天的不劳而获账户里 多了2万金帐 那必须花掉 你是不是觉得 这个计算方式很可笑 然而这就是实际情况 我见过的大多数赌棍 都是这么计算 何况赌博的人多半有点迷信 忌讳谈输这件事 于是在自己心里 就更加不会计算自己输了多少 不信你去问那些赌博的人 总体来讲是输了还是赚了 几乎没有人会告诉你具体输了 一般就三种答案 总体是赢的 不亏不赚 或者输的不多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赌棍消费起来 比正常人潇洒多了 收入再低甚至没有收入 赢钱了就是吃大餐 住豪华酒店 买奢侈品 因为在他们看来 这个钱就是白来的 可以想象一下 当这个不劳而获的账户 变得越来越大 大到远超其他账户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 其他账户已经不重要了 想办法翻本 赢了就疯狂消费 退出是不可能退出的 我就见过月薪三千的人 赌起伯来 那就有一个上头 什么理性都不存在 all in就完事了 上了赌桌就是一把几万的输赢 几百块的都不乐意玩 一赌就是个通宵 第二天上不上班也无所谓 工资那点小钱有啥意思 反正不够自己上赌桌了 金钱关全面崩塌 人生也开始脱轨 很多关于反赌博的宣传里 都会不遗余力地 去揭示庄家的手段 庄家怎么去通过概率吻赢 希望借此告诫赌博的人 逢赌必输 但依然阻止不了赌棍们 飞蛾扑获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很多人对赌棍有误解 以为他们去赌博 是因为不知道庄家能控制赌局 是上当受骗 大错特错 你想想 一般人连赌博的各种玩法 都不一定清楚 但都知道庄家必赢 而这些长期参与赌局的人 能不知道 我甚至可以这么说 赌棍才是这个世界上 最了解庄家手段的人 所以他们是明知道这些情况 还会去下场赌 这些宣传之所以对他们没用 是因为他们早就清楚了 没有几个赌棍 是妄图在庄家身上呼口拔牙的 有趣的是 这些赌棍恰恰是最不相信 世上有公平的人 大家可以去看那些赌球的 在他们眼里 没有一场公平的球赛 只要是自己输钱了 就能得出结论 这场球被操盘了 如果赢钱了 就会倾心自己站队的方向 所以赌棍心里的对手 就是另一个赌棍 各种计算概率 就是想判断 庄家选哪边 要跟着庄家一起挣钱 什么叫赌性啊 就是哪怕概率再想 风险再大 也要下场去玩一玩 即使知道赌局里有千层套路 一定会输钱 也要把钱压上去 输了以后怎么办呢 我说了 他们的金钱关已经毁了 没有哪个赌棍 会想通过正常工作来还清赌债 因为赌博已经让他们 失去了看长期回报的能力 只追求短期获利的自己 在赌场上输掉的钱 只能在赌场上才能赢回来 这是他们多数人的心态 光靠工资 连赌本都不够 也不怕 再大的数字经过他们的计算 也就是一把的事情 所以你可以看到 赌棍就会陷入赌博 输钱借贷赌博的无限循环 债台越是高筑 就越是需要赌博 因为看起来 只有这么一个填补窟窿的方式 赌博到这时候 就成了救命稻草 如果连放贷的都不乐意借了 就会想办法骗周围的人 甚至或偷或抢 总之 到了钱已经全部搭进去的时候 人多半已经陷入了 破罐子破摔的状态 哪怕得罪身边所有亲朋好友 哪怕违法犯罪也在所不惜 即使过去再积极向上的人 在这一刻也废掉了 关于赌棍为什么进入 这个恶性循环就出不来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他们输的钱和欠的钱 已经远超自己承还能力 所以心理上就成了鸵鸟 干脆不去细想 如果只看借赌吧 你会感觉 这些老哥也挺诚实 会分享自己的经历 还会说明自己具体欠了多少钱 还会忏悔 如果有好心人愿意帮忙 自己还完赌债以后 一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事实上赌棍的话一个字也不能信 这是因为在网上面对的是同道中人 他们还能讲出自己到底欠了多少 现实中的赌棍 我从没见过能诚实地说出 自己欠了多少 每当你以为帮他还完了 没过多久 还会发现有更大的一笔 我看过一个案例 一个赌棍因为欠了太多外债 实在瞒不住了 跟家里坦白了 家里问他欠了多少 他说20万 爸妈没办法 咬咬牙把家里的存款 拿出来帮他填平了 本来以为从此孩子就能走上正骨 没过多久发现 那20万只是一部分 还有30万没还 家里存款没了 只能含泪把房卖了 结果这还不是全部 因为一开始 他还瞒了几笔不同渠道的借款 觉得自己能解决 结果几年下来 零零碎碎又滚到了几十万 他自己都不知道欠了多少钱 赌博为什么是一个黑洞 因为沾染上毒瘾的人 撒谎就像吃饭喝水那么习以为常 外界想帮忙都没办法 不管你怎么必问 不管他如何深泪俱下 诅咒发誓 你都搞不清楚 他到底赌了多少 输了多少 所以借钱给赌棍是帮不了他的 赌徒心态就是赢了是神 输了是运气不好 帮他填了一个坑 转过头发现 原来还有更多的坑 每个赌徒在穷途末路的时候 都会悔恨 但是就像吸毒搞乱了人的大脑一样 赌博也搞乱了人的金钱关 当他经历了一秒钟 就是几个月的工资进出 一晚上就是数年劳动所得的输赢 你觉得他还能正常工作吗 即使最后有人帮忙把钱还清了 他们会清醒 记住赌徒的心态 是会庆幸 不会反省 他会归结于运气好 即使捅了大娄子 也有人帮忙兜底 而那种因为赌博形成的 好吃懒做的多性 这辈子可能都难以洗掉 最讽刺的是什么呢 那些陷入赌博泥泞的人 最后做的所有挣扎 只不过是想回归到正常生活 普通人的一生里 只要你保持正常的金钱关 其实很少会经历财产上的巨额亏损 即使是亏损 也不至于走上绝路 比如一个人是投资亏钱了 他还会反思自己 是不是不适合投资 这钱亏得心疼 以后不玩了 能及时止损 如果一个人是做生意失败了 多少还能总结一些失败的经验 甚至积累下来一点人脉 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但是这些对赌博的人是无效的 或许这些人 一开始只是想发一个意外之财吧 结果却是把原本的钱 也全搭了进去 搭进去以后 不甘心 一心想着要翻本 而翻本这个词是最可怕的 他直接切断了止损的可能性 一步步引诱赌徒 投入更多 于是输得更多 借债更多 最终发现借无可借 等回过神来 已经脱轨正常的生活十万八千里 想要补救 但是这个坑太大 又害怕被家里人发现 就继续装作无事发生 直到债主上门 开始各种重新做人的表演 其实这个过程里 在任何一个节点选择退出 结果可能都不会这么糟糕 然而赌徒的选择 往往就是朝着深渊滑落 如果有一天面临赌博 请记住一件事 你放上桌子的 并不仅仅是那一点筹码 还有你的生活 你的工作 你的家人朋友 和你未来的人生 无论你的第一把试书是有 最终结果都会是 你输掉一切 消费 商业 洞见 请在IC实验室 感谢你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关照 我们下期再见